大千世界,花花绿绿,人生在世,能在浮浮沉沉中做一个干净的人,上不愧于天,下不愧于人,内不愧于心,一沉而不染,那是了不起的人。 对于一个人的福报,冥冥中皆有定数,而干净的人生,往往福报也会不倾自来,一个真正有福报的人,会越来越幸运,从而才多福多,过上富贵无比的好日子,那么,如何做一个干净的人呢? 第一,要有干净的外表,不可否认,我们的样貌是父母给的,但是,我们的长相却是自以后天修来的。 无常经中,佛说,世事无相,相由心生,可以说,人的脸就是心里的镜子,通过脸,我们就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,而通常一个人的贫贱或福,荣华富贵,喜怒善恶等,往往也是能从人的面向中洞察出来,民间中的一些能人意识就能做到。 对于一个干净的人,仪容易表示整洁的,他有最好的气质,是美丽的,比如在生活中相亲还是面试,能引起别人关注,给人印象最深刻和好感的,往往是一个人的样貌和气度,而这些通常以外表着装干净整洁为基础,可以说,干净的衣服,虽不时髦,但也不会令人嫌弃,但是,对于一个不修颠覆,衣着不整的人, 确实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和接近,所以,生活在累,工作在忙,也要有一个干净的外表,养成好的习惯,打扮得体,每天的心情都是靓丽的。